嗨嗨,我是Josh 欢迎收看7月9号的终止两分钟 每天用两分钟的时间 让你快速知道今天中华职棒的战况 今天没有两队开打 回到我们熟悉的两帝开打 昨天几乎被球迷忘记有出赛的富邦跟卫拳 继续在天母对战 一局下半 面对富邦的先发投手范米特 林志胜的安打帮龙队掀持得点 在两树局之后 张悠明的又爱也安打 把林志胜送了回来 卫拳取得2比0的领先 富邦这边 面对到最近连续5场优质献发的羊头刚龙 三局上靠着今年最可怕的老鬼王胜伟 两树局后的安打带回1分打点 让富邦追回1分 五局下 南墨一样跟刘基鸿 连续挥出了2只2的安打 让比数形成3比1领先 这场比赛 富邦后续没有出现太多的攻势 整场就只集出3只0型安打 最终就以2分之差败下阵来 这也是卫拳上半季面对富邦的13场比赛中 拿到的第12胜 另一边 在昨天大暗斗之后 今天原地再战的乐天统一 这场比赛 只有统一率先得分 三局下半 这礼拜苍苍有安打的林静凯 又集出中外野平被安打 把二雷上的神冲亭送回分类 后续胡金龙再补上一只中间方向的孙岩安打 让统一在比赛前段 取得2比0的领先 乐天这场比赛 前面受到布雷克压制 一直到了第6局 才有比较好的得分机会 23的友人一人出局 炎红军的内野滚地球 成功送回三连的跑者 帮助乐天追回一分 八局上 统一的投手换成刘轩达 但是他连续送出了两次保送 后来紧急换上邱昊君上来拆弹 虽然他先三阵掉了林洪玉 可是两出局后 郭炎文挥出一只关键的二连安打 比速逆转成2比3 乐天领先一分 可以提一下 这个半局有发生一个小插曲啦 灵力在打击的时候 蓝一轮发动倒壘 可是灵力挥完棒之后 球棒刚好敲到了 正要传球的林大安 因此被判决是妨碍守备 蓝一轮要退回一壘 这个小插曲 灵力跟林大安互相质疑了一下 没事没事 今天大家很peace 没有大场面 最后八九局 在乐天的胜利方程式 陈宇勋跟豪靖的封锁之下 乐天3比2带走胜利 让魔术数字降到N1 以上就是今天的终止两分钟 明年的比赛 会是由中信在周期出战统一 乐天回桃园面对卫权 挑战在明天封王 我们下次见 拜拜